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是在6658点附近 中国的A股方面上海上证指数下跌大约是0.47% 深圳方面下跌大约是0.8%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扬 平均最少的上涨0.5% 最多的上涨大约是1%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也是因为特朗普昨天晚上意外的一个推文而出现了大涨 其中道琼斯涨幅1.5%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因为苹果股市的价格的大涨 而因此上涨幅度高达2%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维持在1500上下 比特币价格则下跌500美元 目前的报价大约是10700美元 石油价格在昨天由于美国库存的增加 因此油价下跌1%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先来聊一聊的是昨天晚上为什么美国股市突然出现大涨 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一样 美国的三大指数在昨天晚上最少的涨了1.5% 最多的涨幅高达2% 其背后最关键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昨天美国晚上时间 也就是澳洲时间的凌晨 发布了一条最新的推文 说到呢 之前将会于9月1日起实施 对中国3000亿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其中部分商品将会 这个关税的实施的时间将会延迟到今年的12月中才会执行 那为什么会这么这样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是哪些东西 那么主要的商品呢 是包括了手机 玩具 电子产品和一些科技类产品 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推文中他说到的是呢 由于担心额外的关税会影响到美国圣诞节的销售额 为了最大程度的呢 保护美国本国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决定呢 对于这一类产品的关税 实施的时间将会推迟到12月中以后 也正是因为这则推文呢 那使得呢 美国股市而为之大涨 但是呢 毫无疑问的是呢 从这个推文中 我们也得出了两层的意思 第一 就是呢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 并不是像特朗普说的 只是呢 中国那边将会受到影响 实际上美国自己的投资者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要不然的话呢 他就不会说现在要推迟执行 第二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特朗普担心这个关税的征收将会进一步伤害到美国的经济 我们知道对于特朗普本身而言 他的总统任期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明年就是最后一年 所以明年将会开始他的竞选连任广告 那么在他最终不管是否成功连任 在结果出来之前 他都要尽力保证现在的经济不出现大的问题 现在的股市不出现大的下跌 要不然的话呢 他连任总统基本上呢就没信了 也正是由于这种考虑 我们知道呢 他也不得不现在呢 在关税谈判中 在其他方面非常的小心 不能像之前那么一直以来的那种强硬态度 所以说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的一点是呢 虽然说这一次针对某一些产品的关税是推迟执行了 但是它并不是意味着最终的解决 那么只有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这个关税问题呢 才能够长久的被解决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股市也会因为起起落落的变化 一会儿涨 一会儿跌 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来说一下的是有关澳洲股市的判断 那么很多投资者 包括我们GoMarkets自己本身的同事们呢 对于未来的走势呢 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呢 是觉得大家有自己独立的思维 这是好事 百花齐放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不能说谁对 谁一定对 谁一定错 我们首先要支持这种有自己观点的态度 那么在昨天呢 也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到 他觉得澳洲股市可能近期是一个高点 未来可能会走下坡 甚至于呢 特别是银行股还会不断下跌 那么他依靠的理论和判断的依据呢 是来自于澳洲经济过去20年的发展 主要靠的是中国的提升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下滑 这一次澳洲呢 是逃不过去了 所以说澳洲未来的经济在一两年之内将会继续放缓 因此呢 这个上市公司的利润也会因此而下降 所以他判断澳洲股市现在就是一个头部 未来的银行股呢 也会被拖累 他的观点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呢 他有独立思考能力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个人并不赞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们知道澳洲经济下滑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澳洲的政府和央行目前正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 在拉动经济 或者说从政府的层面考虑 从央行的层面考虑 他们是希望什么 我们要了解到 他们是希望最终经济能够好转 经济好转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呢 消费要不断增加 那你说民众手里没钱 他怎么去消费呢 从现在看的方法来看呢 有三种 一 增加工资水平 但是我们知道呢 澳洲是一个这个自由经济 所以呢 大部分的企业都非是国有政府所有 因此他们没有权利呢 直接给职员员工加薪 只有那些公务员 那么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拉动股市和拉动房价 拉动股市让民众的额外投资能够增加 那么呢 整体的收入水平也能增加 而拉动房地产的话呢 从另一个层面 让大家的信心能够恢复 我有一套房 虽然我工资没增加 但是我这套房今年涨了30万 那我就敢花钱 因为我知道呢 即使我钱不够 我把它卖出去 还能多赚30万 虽然呢 大部分人是不会卖的 但是至少消费者的信心能够恢复 所以说增加股市的这个上股市的上涨和房地产的恢复 这两点就是目前澳洲当这个政府也好 央行也好 所希望看到的 也是他们在尽力 在促成的 我们一定要站在执政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这也是我认为的 虽然说现在经济数据是不好 但是他们想怎么做 他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呢 至少我认为在短期 什么是短期 就是6到12个月 在短期 他们的方法和措施 是能够让经济至少是预期有所好转 也就是说股市包括楼市的刺激是有效果的 那么在12个月以后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是要看经济情况 就像我们去医院有的时候抢救病人一样 送到医院之后 啪来一针强行针 强行针的作用可能是15分钟 可能是30分钟 后续的抢救要看后面的措施 但是这15分钟和30分钟 能够给后面争取时间 现在的降息 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及时的强行针 至少在短期之内 我坚持认为股市是会有强劲的支撑 这个呢就是我的观点 最后呢 在本周日 我们在老地方 格兰威布林的Novatel酒店 将会举办8月份的投资讲座 也分为两部分 上半部分我们将介绍当前形势下的股票投资 和其他的选择 下半部分呢 我们将会邀请装修界的经验 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前辈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自住房更新 或者投资房装修 需要掌握的一些小窍门 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电话就是8658 0602和8658 0603 地点就是这个星期日的上午 11点半在Novatel 格兰威布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